芝士烟肉烤饼 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煮一个芝士烟肉烧饼 很适合大家下午没东西做 在家里煮来吃的小食 首先准备糯米粉 会用200克的糯米粉 然后把糯米粉倒入碗 这里是药物的份量 大家如果真的煮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榜来量量 然后加入半茶匙盐 然后在糯米粉中间煮一个洞 准备倒入热水 准备150克的热水 直接在中间倒入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成一个粉团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放一会儿 让它吸收水分 准备一个芝士 一块芝士 然后割开 切成一小小粒 然后把烟肉 可以用剪成小粒 然后逐自己喜欢的大小来剪 然后把面粉团拆成一块一块 像个球一样 然后把烟肉和芝士直接放入里面 然后再搓成一个球形状 才按边去 这个时候可以开始煮了 开始用中小火烧一只锅 加少许油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一些烧饼进去 煮4-5分钟 之后就把烧饼压平 这个时候烧饼会慢慢开始胀身 其实它里面会冲气弹胀 然后就按起来 它慢慢里面就会熟 之后就再反转另一边 再煎大概三分钟左右 其实都差不多完成了 到最后我就会准备链奶 浸上去上面 加上连奶来吃都非常好吃 今天介绍这个这么简单的 芝士烟肉烧饼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介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分享给朋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现在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tai o tai i w b